这一天,凤九安排好一切后,又留了一些丹药和药液给冷华他们,同时交代他们不要忘记修炼,希望他们的实力可以再提升。 待到次日,天色还没完全亮,准备好一切的他,牵着老白在几人的香颂下,出了门,他翻身跃上老白的背,冲他们挥了挥手,双腿一夹马腹,并与老白消失在还没几人的街道中。 另一边,丹阳宗中,在宗主所在的主风中,在洞府中修养着的宗主靠坐在床上,目光杀气腾腾,那原本威严的面容此时竟是不甘与愤恨。 吩咐你做的事情,做好了吗? 宗主抬起目光,看向那正在暗处的一抹黑色身影。 属下已经按主上的吩咐去做,轻主子放心,相信用不了多久,就会有好消息传回来。 很好。 放在被子上的手被他紧紧拧成了拳,青筋浮现,关节骨骼咔嚓作响,音质的目光带着恨意,仿佛回想着那一夜的屈辱。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,凤九,我一定要他不得好死。 某条山道上,一袭红衣的凤九一脚缩起,横架在老白背上,另一条腿则落在老白的身侧,手里拿着一枚果子在啃,身影伴随着老白走动而显得晃晃悠悠。 老白,走快一点,你这速度让我以后怎么带你出门啊? 志人,你坐好了,我现在就走。 声音一落,老白呼的拔腿就跑。 凤九没坐好,倾向后面,好在拉住了绳索,这才稳住了身影。 急迟的速度在山道中奔跑起来,哒哒哒的声音回荡在这山道中, 锁过山道,卷起一阵阵的黄沙,直到傍晚时分,老白放慢了速度。 主人,我渴了,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。 凤九见一天时间走出路程不短,便点了点头。 行吧,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。 翻身跃了下来,走进道边的林中伸了伸腰。 活动了下筋骨,而后对老白说,自己去找水货。 其实内容百分的年轻人会都会在家里。 海ㅎ Unternehmen